大家好,我是S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Jaw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学习新的章节,保存对象 我们之前已经学习了Jawa是如何设计一个类并且获取类的对象的 Jawa中对象是封装了特定的属性和行为 而我们的程序世界,面向对象的程序世界 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对象相互作用而成 那今天呢,我们会学习如何保存对象 当然,首先会学习某一种保存对象的对象 是什么呢?在Jawa中,我们用来保存信息的东西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看成对象的 那我们的操作系统呢,是一个文件系统 在Jawa中呢,我们把文件这种保存数据的东西 也看成了特定的对象 每一个具体的文件呢,就是一个对象 好,我们这次课呢,先学习文件 那下次课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文件中保存数据和保存对象 好的,那如果首先要学习文件对象 文件的英文呢,叫做File F-I-L-E 那File呢,也是Jawa中已经定义好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先来学习一下API中的信息 打开API,我们可以看到File F-I-L-E是在Jawa.io包之中 Jawa.io包呢,是专门提供这种文件系统以及输入输出流对象的 好,找到File,File呢是指文件和目录陆进名的抽象的表现形式 Feral是一个类叫做文件类 那什么样的对象可以称之为文件类呢 而是属于文件类的对象呢 我们知道类是一组具备 共同属性和行为的对象的这样一个集合 那好 比方说在我们的计算机中 存储的各种各样的文件 包括目录文件 实际上都是属于文件类的 记住文件类包含普通文件 以及目录文件 目录文件是包含其他文件的文件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文件类的构造方法 其实呢 构造出一个文件类的对象 就相当于获取到了一个特定的具体的文件对象 那这个文件对象是不是指上一定的路径呢 这是肯定的 特定路径再加上文件名 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文件对象 好 这里的文件对象的构造方法有四种 这四种不管它的属性 它的参数 有几个 以及是什么样的类型 仔细分析会发现它的参数应该都是这个文件的路径 包括这个文件的名字 好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吧 选择第二个构造方法 直接Stream 它的参数就是StreamPathLam OK 我直接在File里面去做好了 不用 还是在构造方法里面做 首先呢 声明一个File类的对象 File 当然 Ctrl加1 导入Java.io包的File类 接下来 写上一个构造方法 在构造方法里面呢 去初始化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我指向谁呢 啊 这样子吧 我指向C盘的A.TXT 诶 已经有了这个文件啊 我把它删掉 好 删掉它 删掉它以后你会发现哈 我虽然指向了C盘A.TXT 但是呢 这个文件不一定存在哈 我虽然构造出了这样一个文件对象 但这个文件对象呢 却不一定存在 那我如何哈 如何去判定这个对象是否存在呢 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API 好 先保存 编译运行哈 没有报任何错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判定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呢 好 仔细来看一下API的方法 Fair类呢 有非常多的方法 只要不是静态的方法 都是对象打点来调用 比方说 第一个方法 Can execute 是否可以执行 第二个方法 Can read 是否可读 返回的都是波量类型 True Force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很多方法 去判定这个文件 是可读的 还是可写的 还是可执行的 好 当然 我们如果要判定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也有一个方法 也有一个方法返回波量类型的exists方法 这个exists方法呢 就是测试此抽象路径所表现的文件或目录是否存在 好的 那我可以输出这个文件啊 输出这个文件啊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运行看看啊 返回的是Force 因为这个文件并不存在 那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可不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呢 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Creator New File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返回类型呢 也是 波量类型 如果返回为Chu 就说明此文件 创建成功 那好 接下来 If not be 就是如果为假 不为真的话 那个就会去创建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当然 这个报错是因为这个方法 必须抢制Chu Cut 好 当然 如果它能够正常执行 说明 我是可以将这个返回值 给输出出来的 再次检查我的C盘 没有东西哈 接下来 我们运行看看 运行一下哈 看看这个C盘下 有没有创建下 这样一个文件 Run 而死 好 返回为Chu 说明创建成功 再到这边来看 我的确已经创建了一个 A.TXT文件 好 这个文件呢 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哈 因为我并没有往里面写东西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通过这个File 类的 这样一个Create New File 方法去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当然这个文件创建的是一个 一般的文件 那我怎么样去创建一个目录呢 创建一个目录 看一下 有没有方法去创建目录 应该是有的哈 这个 MKDIR 创建目录就不是Create New File 那我直接写一个File.mkdir 好返回的也是波量 但是呢 这个就不能够Catch IoException了 就不能够TryCatch了 好的 接下来 诶 这个 IoException 应该是没导入哈 Remove 好 我把它Remove掉 好的 把它清理成这样一个效果哈 接下来我们运行看看 诶 是True 说明它的确创建了一个目录文件哈 看一下 这个目录文件虽然也叫A.txt 但实际上 你看见它创建的图标 是一个目录 打开进去里面是个空的 当然因为里面并没有其他的文件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文件类 以及它的对象是如何构造 以及基本的一些方法 除此之外哈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方说判定它是否是一个目录 Ease Directory 或者是获取这个文件的这个路径 获取是得到这个文件的长度 等等等等 有很多方法 只要你构造出这个文件的对象 哈 就可以通过对象打点来调用这些方法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文件对象 好 同学们下来 仔细把这个段代码哈 重新完成一下 而且还可以去设想一些测试方法去测试这个文件类的其他的方法 好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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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